他們有資料 他們有這個需求 但是他們不知道要怎麼樣去做 就是怎麼樣去做母型人 甚至他可能不知道有資料 就說我有這個實際的問題 然後我要自己知道 那其實就算是 就算是拿到資料以後 我們通常在做分析之前 我們資料也要做很多的 發很多的工夫去整理 讓它變成感激 舉例來說像公車的資料 你要把它轉變成到站的時間 在這之前 因為你公車資料拿到的時候 其實你只有GPS 還有車站的GPS 還有每個GPS 所以其實你要把它 把一個一堆GPS的點 把它解釋成 這台公車到站 這中間你都還有一段路要走 或者是說你要把 像鎖寫辨識好了 你拿到的可能是一大堆鎖寫的指紮 那你要把它變成一個圖片檔 這都是需要花很多工夫去做的事情 那基本上 Cable它這個網站 它的中指 它一開始的中指就是 好那我今天 有些人他有資料 甚至他做了一些 這種 prepositive的動作 但他不會同行 那有些人 像一些學過統計學過我們學妹女的 他可能有這些技能 但他沒有資料 然後他也可能也沒有時間去對資料 所以我會一直把每當勤拿去做掃瞄這種動作 那Cable就建立一個平台 連結這兩邊的人 那他是希望說 我可以讓我們做分析的人 可以專注在分析的動作上 就像剛剛佳琦它有一個圈圈 上面是實際的問題 下面是machine learning問題 其實machine learning問題 你要說現在有標準解答嗎 有的時候也不是這種的肯定 因為根據實際資料的不同 有的時候有些實際問題是沒有標準的那個流程 那就是讓data scientist 專注在這種事情上 然後 那 而且就像剛剛有人 就我們有學過像光是做分類 就很多方法 像剛剛就講到的DLT KLN還有那個SEA 那哪一個方法是最好的 其實這件事情是 就你 你也很難去跟人家說 欸我哪一個方法是最好的 那KLN這邊很簡單 那我就比賽 比到最後最好的方法 通常他們是說啦 他們這邊得到冠軍的model模型 大概就是現在你能獲得 根據這個資料能獲得最好的模型 那這個其實這裡蠻說服人的 那這個是KLN一開始的功能 那他接下來到最近我發現他甚至他已經 有點類似像facebook之類的 他已經他嘗試要去做一些社群 所以我們其實除了在裡面做進展完 我們還可以做很多別的事情 例如我們可以 他有 他鼓勵他有參賽者 甚至說基本上拿冠軍都 你都要出來分享心得 那個是你在比賽的時候 合約裡面 他就會提到這些事情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大家一起都分析筆資料 為什麼他可以分析得比較好 他是沒有什麼pepper 我可不可以偷取一下 那基本上你贏了以後 就會就會 他們都會出來分享 他們會告訴你說 欸我用哪些模型 通常裡面的獲勝者 他不是只用標準模型 他會在標準模型上 再多做一些事情 那這樣子他們 因為你如果說只是用 例如只是用一些 現有的工具 現成的工具套 那大家都會套 你們有辦法 他們會想辦法根據他們的總能拿去去 再去對技有的方法 再去做更細微的改變 這其實會越改變越細 所以他們的 你會發現他們的那個模型 可能一開始方法對他會進步很多 但是後來進步會越來越小 但是因為是近戰 所以到最後 這個微小的部分就是 大家就會很想要知道 就是所有在這個行業裡面 最底堅的地方 大家都會想到說 欸 到底你們這些微小的PayPal 是什麼 那 對 那 我 因為今天網路有關係 我可能就不點開 給大家看 這邊有蒐集一些 就是 他們那些分享 分享他們那個 分析 那到時候大家在看 是可以點過去參考看看 那 除了 除了交流以外 基本上 他們也會去 他有做Ranking 還有最適合的參賽者去做Ranking 我記得 我記得 他這個Ranking的盤 已經一直有在換 那 他之前 現在最夯的比賽是那個 那個 那個是美國健保局的資料 美國他們健保局把他們 他們那個 病人能力的資料都 他們有做過處理 所以你不知道是誰 然後公布出來 要你預測說 哪些人之後會消耗更多的醫療資料 那 在更之前 有一個很有名的比賽 是 西洋 國際西洋棋行動 他會給你所有西洋棋 騎手可能這一段時間 所有他們的戰績 例如 A跟 A下 B 因為我跟西洋棋不是 那他就要求你 排出一個 方法 讓你根據這些資料 你可以預測 接下來 某兩個棋手下 他的 誰的勝率比較高 那勝率是多少 對 像類似這種東西 他們都 他們 因為其實都有既有的方法 但是既有的方法 也都不夠好 標準 其實有的時候 在特定的問題上 不是最好的方法 那 他們想要知道 更好的方法 那 所以這個Cable的競賽 如果大家想要參加 Cable的競賽 報警的說 如果只用標準方法 一定是不夠的 就 根據我觀察的經驗 那 那 關於合作夥伴這件事情來說 他們有個競賽也很好玩 好像是Facebook的辦 那 他就是 打的就是說 Facebook的辦 他打的就是說 欸 那個 冠軍可以來我Facebook工作 因為我就是要整場 那我面試 因為我也不知道 沒有多強 所以就辦個比賽 有興趣的來 冠軍可以到Facebook上辦 之類的 所以Cable他就是 他開始 就是變成自己人為根本 我覺得他 在這方面大家也可以 當然大家也可以互相 大家也可以從這邊 獲取很多的知識 或者是拉上自己的知識 那 那今天我是想要說 那我就做個示範 就是說 我就拿他的 他有一些 就是 就等於是給他練習的一些競賽 那些競賽是沒有 他的reward就是 知識 沒有任何的reward 那我就想說 就 就 稍微demo一下 要怎麼樣參加這個 然後 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小地方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是以這個 這個 手寫電視為例子 那 基本上 我們要參加 大家要先有個帳號 那 這邊我就沒有demo 那 接下來就是 挑一個你喜歡 有興趣的 有興趣的那個 競賽 放進來 他就會有這種 get the data 那你就點進來 點進來 點進來以後 通常他們的資料就會分 train 跟test 那這裡 下面那兩個是 就先不要理他 那train train的資料的意思就是說 他給你建立模型動態 就像剛剛 家綺他 他有一堆正媒跟恐龍的分類 那就是 那些正 就是 等於就是你看到的一些圖 這裡就是train 那test呢 test的是沒有答案的資料 就是例如 我現在只有那個圖的位置 但我不知道他是正媒還是恐龍 那你要幫我猜 所以 你就會 根據你在train裡面 fit出來的模型 你就會去 txt裡面的資料做預測 然後 再上傳你預測的資料以後 他會根據你上傳的資料來做聽 所以train 是所有你有答案的資料 txt是沒有答案的資料 但是table他們這邊有 到比賽結束的時候 他就會公佈 大家在test資料上的表現 那 下面這兩個 是因為 這個資料是 就是 應該說 table他們對於 各項競賽 他都會提供一些基準 像是有一些 有一個很 像KM KM方法基本上是一個 蠻紅的方法 然後下面一個RF 叫做Random Forest 那他是 剛剛有介紹一個Card 他是Card的更進步 他算是現在最夯的方法之一 那他們會用這些方法 就等於是 我就只聽比較殘熟 我也不做什麼績圍的改變 然後我就 做出來 就放他丟到test裡面 要看結果是多少 那 其實大家會發現 其實很大部分的人 都被benchmark打散 就是你去績圍的交換這邊以後 你做出來其實還更強 那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真的是很難 不是這麼簡單 好 那 基本上 你next的資料以後 我們就要分析資料 那分析資料 就是 有一些 我這邊沒有剪寫的很詳細 我只是大概稍微走一下 基本上我們要了解資料 那了解資料 你可以在get the data裡面 他們通常也會做 對資料做一些速度的分析 那你也可以選用 接下來你就會選用一些適當的方法 像是你要Kmr 你要用Cart 你要用各種方法 來 來產生適當的模型 那要用哪些方法呢 一般來說就是用那個人 如果你對這個 你對所有辨識已經有了解了 你就可以用課本裡面的方法 或者是 或者是有的時候 方法決定以後 你還是要tune參數 就像他剛剛提到SVM的那個C啊 這些都是要tune的 你沒有辦法 事先就知道它是做什麼 那最後就是 有這麼多模型 你就要選到一個最好的 那有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做出來的 還比Base Line還差 你知道 打掉重點 所以這是一個 一直重複的一個過程 基本上 就有點像是 就一直試 一直試 一直試 試到最後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試出來好不好 就是 抱持了坦克觀的先行方 把資料送出去的結束 那 瞭解資料 這個 這個水解辨識的資料 它是一個長度借28幅方的資料 它其實就是一個圖 所以應該是回階的圖 那它每個 每一個欄位是一個正點數 是0到255的正點數 你應該就是全K 然後有數字就是 255應該就是全白 然後你把它 如果你把它畫在一個 28乘28的取成 他們掃蠻進行方法 所以 通常 這個就是它的 train data 它就只給你這個東西 那 接下來就是看 你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產生吃到的東西 我這邊是R code 因為我們是 畢竟我們好像是 以R為為主 我想 其他語言應該也都可以找到一些 範例有可能 那 為R為主 那 再用CART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叫做 RHARD的一個配列 那剩下的 剩下的東西 我想有機會 講到R的系列 我們來跟大家分析 那基本上 大家可以把 Code 扣除回去 測試 那 到最後我們就是 做一個 最後一個決定 那 preddit以後 我們就把 結果輸出到 輸出出來 那個就是最後 我們要上傳的字 那 那 你也可以用 KNN 那 這個KNN 其實你要tune 一些東西 像那個KN10 其實是要tune 那我這邊就直接抓 Code Code它這邊 它有Benchmark 我就直接拿它 Benchmark來測 那 這個是Random Forest 那 Random Forest 也有東西可以tune 像是那個 ntree 它還有一個 這個牽扯到 Random Forest的細節 我先不提 那大家就是 大家可以拿Code去玩 其實可以調那個n tree 或是一些別的東西 它結果可能會有 細微的差距 那 對啊 演算法有很多 其實我這邊就 我就很好奇 到底哪些演算法 是最熱門的 因為大家應該也很好奇 因為 你就學 你要POP這個領域 你會想要用最熱門的演算法來用 那 我在Cable上找不到 沒看到Cable有統計說 哪個方法是最熱門的 但是我知道有些地方有 那 ICDM是一個 iEEE的一個 控制名字 那 就是 不然你給他慢 那他在 這個應該是 是差不多五年前的統計 所以現在 我就知道 這個資料 我找到很久了 那C4.5其實是 Card的一個變種 它跟Card很像 但是它的 Loss Function 就是 反正有一點點細節度 原來它的精神跟Card也是很細 那 K-Means是 其實它這邊沒有去分 什麼 Superbite跟哪些 Superbite 它就直接把它看到 因為 它這個是一個超級 它就看 大家發Paper會去 還會去研究哪些方法 然後這個是比較偏學解的 我看我不要有一個解釋 解釋下去 時間已經超過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來討論 我就稍微提一下 第一個是做分類的 第二個是做onsupervised分類 onsupervised 按下一個 它才會變成 第三個剛剛提過的 第四個是做 所謂的frequency pattern 就是大賣場 大賣場的資料 他想要知道 買牛奶的人 會不會順便買麵包子 如果他發現 就是給你一大堆資料以後 他可以找出說 哪些商品會統計一起 很高的機率會同時賣場 那EM是一個 是大家應該不會用到 大家應該會在package裡面看到它 但是不會去tune到它 那package pattern 是那個google 他們在做一個搜尋 那這個 Alan Bush 大家有機會會用到它 它是一個 當你beat模型以後 把它變強的一個方法 所以他用 他本身是分類文件 對 分類文件 對 但是他可以把一個分類的 例如你用CRD好了 你做一些CRD 你做一些CRD 以後可以用這個東西 把它整合成一個更強的模型 反正這個有興趣 我們以後再討論 那這個剛好 這個貝氏喔 我覺得貝氏是一個 也是一 它是一種 就是基本上你要去 去對這些標準模型 做一些微小的改變 有時候你就從貝氏切進來 他 他很複雜 我不知道怎麼簡單的講他 會是就是研究這個 就是當你要研究事情的觀點性 就是dependence 就是說 譬如說今天下雨 會不會影響明天 什麼股票會不會漲之類的 或者今天下雨會不會影響 就是明天 CMD的選擇權會不會漲之類的 或是CMD的選擇權 語量選擇權 對於明天會不會下雨 有沒有準確的問題 就是它有沒有一個觀點性 dependence 就是Proper B的點擊跟D的時候 通常都是用貝氏 像剛剛那個 我剛剛說那隻骰子的問題 就是有兩個 一個不公平的骰子 一個公平的骰子 但它不是哪一隻貝氏 它是P的Marco 它通常貝氏模型 背後的最佳化問題 都是用EM在一起 也許之後有開Talk 我們再探討一下 因為它比較容易簡單的 算法 那是CRT 基本上 除了這種是學界的觀點 你也許可以在一些 其他的觀點裡面 或是找到一些 比較偏業界這邊的觀點 就是有些網站 他們好像 他們也會去統計說 大家用最夯的演算 那我會建議說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從這些最夯的台去學 好 那在KG 他們就統計說 我參加客戶比賽 我最常用的程式比 還是那一期 然後其實 這個是我找到一張圖 那基本上 我還找到另外一張圖 是他們的西遊 但是我沒有 我今天沒有要秀他 但是我兩張圖差不多 只有在後面的名次 後面的名次有點不一樣 那最多的就是R 那R它有個 R這個語言就是 因為它的特色非常的適合K 它就是好喜 好喜 但它跑得慢 但是你要去對它做修改 還是幹嘛 對你的Model做修改 其實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很多人他就會選擇R來做Prototype的開發 所以是用Prototype的開發 那你也可以把它想像 我們這邊被MLA 是MLA的 是MLA的DM 那後面很多都是在統計界很常見的裡面 可是其實我知道KGlo裡面 表現最好的 好像我們是統計屬的 經濟那邊屬生 好像是 我不太確定 這個很有趣 那這邊是 就是最後當你做完以後 你就可以上傳 那我這邊就只是一個上傳的一個Planet Planet Planet一下 基本上你就是 回到剛剛這個頁面 然後你就把你 好不容易輸出的資料 資料檔就把它拉下來 然後簡單的描述一下 因為通常一個人 你不一定只會神秘的一次 你可以神秘的很多次 但一天就是兩個次 我看到有人神秘到五十幾次 五十幾次 這也是很厲害 那到最後你神秘了以後 他就會開始輸出來 因為他會把那個你的Test的資料裡面 他會有兩個 他會公布兩個分數 在比賽結束前 他會公布所謂的Public 公開Public Eater Board 那這個Public Eater Board 他是拿Test的資料的一部分 然後來算成績 然後再來做排名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一部分的成績裡面 第一名是誰 然後我可以看到 因為我在這裡 沒有我用Benchmark 所以你看到大家上架分數都差不多 因為大家都是拿那個 拿那個Random Forest 先丟了再說嘛對不對 那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Public Leadership 但是他不會決定你最後的成績 最後的成績 最後的成績 他會拿那個Test的Data Set裡面 所有的資料 然後再去算你的成績 和這個會不一樣 那 那 我拿剛剛的那三個 我跑了三個 CRT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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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Public Leadership 就有三個分數 那分數應該就是 準確率 他在Gate的Data裡面 或是 他們不一定是準確率 因為他每個問題不一樣 但他們都會告訴你 我的這個分數會怎麼來 那 你可以用這個來 因為到最後 到比賽結束的時候 他就會叫你選 你有這麼多的成績 你可以挑兩個 或是挑五個 是你最終的成績 然後這五個裡面最好的 就是你最後比賽的成績 那 你會有一些Public Leadership Public Leadership Public Leadership Leadership Public Leadership Leadership 這個分數做參考 那 就會有人很好吃 Public Leadership Leadership 那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我 我看到的人 就是我在他的blog裡面 看到一個很有趣的 這個人 他 他本來在Public 就是第二名 就是公布的 他是第五十二名 對 他比那個Random Forest的還差 他聽了半天 他好像是 mint了五十幾次 做得非常累 然後在比賽 開獎之前 他是第二名 他很開心 很期待 就出來之後 發現 這次Public Leadership Board的前五名 只有一個人在前二十名 其他的全部都比Random Forest的還差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他其實他裡面 討論到很多事情 喔 我就錄影放掉 你就錄影 對 那這樣你就繼續講 好 沒關係 那個 那個 好 謝謝 對 那其實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在做 所有的評理 也說除了 當然我們不會只用它 Public Leadership Board的成績來做 我們通常自己像 會用 除了Crospidation的技術來做 檢驗 說我哪個模型是最好的 那這篇文章裡面 他也針對這個Crospidation去做談 當然我看到 後面有人嚇人回應說 嗯 Crospidation為什麼就做錯了 所以才會這樣子 對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覺得很好 對 那好 那我今天的報告就到這樣 就是 這個就是差不多 我對 目前我對Cato的了解 還有一些有趣的故事跟大家分析 謝謝大家 好 這個丟上去它會什麼時候破傳 喔 其實你看 看我剛剛那個影片 我是丟上去它有一個燈泡在跑 對 跑完以後它就 成績就出來了 所以它等於即時去算 對 因為算那個其實 用球啦 因為好正確答案 直接配取就好啦 因為中國大陸有像類似的 我不知道 我目前知道的就是Cato 全世界就是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Ivo 但是類似的競賽其實很多 有一個是KDD 那KDD應該是一年一次吧 那他是學生奶奶的 還是有社會主 我不知道 你覺得教授算嗎 因為我看到台大就是一門課 然後 這門課一學期 就是 就是在做這個競賽 然後這門課修完以後 他們就把這整班 然後大家做出來 那種東西送過去 然後那邊拿第一名 他會有很多品名 然後通常他們家庭的品名 都會拿到第一名 但是不一定全部 那這樣請要怎麼分 我不知道 那應該是Tracking KDD那可能是Tracking 我看到他們競賽 前面的名字有IBM 還有台大 那個比較聽學術的一種 然後 Table這個是比較 我覺得他跟業界比較相似 他常常會有很多公司 來辦那個DataHack Song 就是給你24小時 然後給你Data麻煩健康 然後就比賽這樣子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所講述的角色 是我們是幫忙檢標 他參與比賽的 那如果想要投東西進去 讓別人 可以 可以 但是你去研究 請去研究他們的業務 沒有 都不知道 這個平台也是有提供這樣 有 在他的手頁就是看到說 如果你有資料要給他們 要給他們 進去就會有介紹 那像這樣子的平台 他本身是有 是由成訓後的 就是一個Foundation 還是 還是政府是有 我猜應該是有Foundation 看他的網子 應該是Found 看他的網子 那請問一下 如果沒有要參加比賽 我只是想要 拿那個資料下來 就是 那有問題 就給你整Data 你就拿下來 你不一定要上傳 其實你上傳也沒什麼事 要上Data 好像不用Low個E 要Low個E 還是要Low個E 因為他好像會這樣簽點 所以就下載的時候 不用付出這個程度 不用連載 對 那再請問一個 就是你看過那裡面的資料 的量都是怎麼樣的數量值 就是 像這個 手寫電視是 7萬多 7萬多 然後 Healthcare 那個好像蠻大的 那超大 也不能說到 其實以現在的資料量 已經不到超大 但是他不小 我記得 我覺得 我那個時候光做 就是 就花一天吧 就是他那個資料有點髒 還要整理一下 像這個 這個資料是比較漂亮的 我剛剛秀 你有時候拿到一些資料 會有 missing data 什麼之類的 你看看他提供者怎麼提 所以 我想資料越大 是大越 就是越 challenge越大 因為對現在 現在來說 其實很多參加競賽 大家會用一些標準化方法 那標準化方法 可能就像剛剛阿達布斯 還是一些東西 然後再去 再去把它架起來 然後最後就得到一個東西 但是 當你資料量很大的時候 就會有問題 因為 演算法有些 他記憶會爆掉 記憶會有 就等於是你可能要自己課 那這些都是一些challenge 或者是你要做 這個都是很有趣的議題 或者是你要用具體的 那 在學界這都還是很open的 還是一些open的意思 有些東西 其實目前沒有 沒有可以寄有的守護群 所以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要其中資料的話 越大的話 你就會開心